好啊 我不知道看有沒有開場 嗨 大家好 我是我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和大家一起分享 所以還除了貝爾這個題目 好 那我本來以為第二天應該就沒人 結果怎麼還有這麼多人 好 感謝各位 好 痾 貝爾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痾 痾 痾 為什麼不動呢 好 好 今天阿軍打 因為我們只有半小時 所以我可能會很快速的 簡短的講一些內容這樣子 那首先呢我會介紹一下 生成是AI目前的發展狀況 然後這是我介紹一下 為什麼我今天有這個機會在這裡 和大家分享 然後我們應該要怎麼跟生成是AI去協作呢 然後今天的重點當然就是 就是貝爾 因為這是Google的廠 貝爾可以跟我們做什麼事情嘛 然後最後就回到 其實就是怎樣去promote 怎樣去提問 怎樣去泳唱 來看這個生成是AI溝通 然後去獲得我們所要的這個協作的結果 那最後就是復規 復規是我復規 我不是你復規 好 生成是AI目前的發展概要 這是我自己的分類 這四個項目 就是主要的服務 然後衍生出來的服務 然後漸漸取代的工作 以及協作中的工作 好 那主要的服務呢 當然就是 BURGPGPT MITJERRY Adobe Create Cloud 大概就是很多大廠 只要是公司夠大的 大家都會去研究這個部分 像Facebook也有 Meta也在做這個 AWS有大約AWS是自己的 好 那首先呢 文字的部分呢 當然就不得不講到 引領這個風草的GPT 那我就直接問說 GPT啊 請問你是什麼 那他就回答一大串 其實是一種 OpenAI開發的大型語言生成模型 它是基於GPT啊 下垢啊 然後這一種 深度學習模型 一大堆 那你可以看到呢 這個 這個ChairGPT的部分 他會很這個 專注在 講他的 原理 然後去溝通 去告訴你 他的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我們看到 同樣是 文字生成的 那個 這個語言模型啊 BURD的部分呢 他其實是 比較專注在 使用者的部分 你看他回答的卻是 呃 他會如何去幫助你啊 完成你的要求啊 那 回 豐富 就是回答你的問題啊 所以你會看到 ChairGPT跟BURD 他兩個的 專注的論項是不同的 好 那身為一位家長啊 其實我自己本身有一個 很常會發生的問題就是 小朋友啊 沒有把玩具 受食歸位的習慣啊 總是將東西丟到做事 那我就拿去問ChairGPT 那 你看喔 直接把這個問題來問ChairGPT啊 他其實就是 呃 會提供一個像是 教育專家會講的問題 答案喔 就是 提供應於操作的儲存設備啊 定期清理時間啊 分類遊戲啊 示範指導 獎勵和鼓勵 這大概很常會 如果你是一位家長的話 不過這應該大部分都學生吧 有小孩子的舉個手 一位 那 有未來計畫要生小孩的舉個手 沒有完蛋了 還是說不方便講 在肚子裡 好 不亂講的好 好 那你可以看到啊 這個 如果只是這樣子去 告訴ChairGPT啊 他就是告訴我一些 就是教育專家會講出來的答案 可是呢 如果我給ChairGPT的一個身份呢 我這邊問的是說 一樣的問題 可是我給他一個身份 是商業分析師的話 欸 一樣的問題啊 他就告訴我了 完全 久然不同的答案 他覺得這個是一個商業的現象 而且他還幫我做了市場分析 他覺得這個小孩子玩具亂丟啊 這個是一個很有龐大的市場 然後甚至他幫你想的這個 解決方案跟營運模式 所以說 這個最近常常講 很多人講說 ChairGPT變笨了 其實我個人是不以為然 我覺得是 因為你的勇唱方式可能 不夠好 或不對或怎樣 所以他沒有辦法提供你 你想要的正確答案 這樣子 好 所以 其實 甚至AIA 他的 就是大型語言模型 他的潛力其實還是無窮的 我個人的感覺是這樣子 好 那 除了文字的部分 再來就是圖像 現在圖像也是很 很令人驚訝的 不斷的發展 像MeJerry他出來的時候 就讓我驚豔就是說 這個 他生成 就是 這個圖案設計的部分 我只要有辦法去做出 這個正確的勇唱文 他就可以幫我生成出 這個可以商用 可以商用的這個logo 像我就是 要生了一個這個 龍的圖案的這個logo 他就幫我生了一個 就是看起來就是 完全完全就是可以 可以在一些 活動場合 所看到這種 商用的這個圖案 那大家可以知道 其實像做這種 美術設計 光是圖案設計類的部分 每年的產值有多少 多大 那現在只是一堂 就是短短的正確的皺紋 就可以把東西也做出來了 那你可以想像到 就是有多少的 美編啊 美術設計師啊 美工啊 他們會因此而 少了很多的這個案子 以前呢 可能10個北編在做 現在可能就一個 就搞定一堆案子這樣 好 那另外一個部分呢 是這個以圖生圖 也是讓我很驚豔 就是我可以 好 這是我的logo 如果大家有去看那個 講者介紹的話 這是我的那個 icon 然後我就下一個 簡單的指令叫 get fat 讓他變胖 那他就完全給我弄一個 就是200公斤的胖子出來 而且他不是亂編出來的 我覺得 他真的是有照我的眉型啊 眼型啊 然後 去弄出來的 這個真的是很厲害 如果在座有一些 就是你想跟朋友開個玩笑 你可以用他的照片 然後 就像get fat 然後他就 幫你弄個 超胖的胖子出來 另外一個就是 Adule Create Cloud 他最近出來的 深層填色的部分 就是他 把這個 一張 圖片啊 然後把旁邊的 細節啊 沒有的東西呢 把它生出來這樣子 然後在座考一下大家 大家知道這張 這張圖是什麼嗎 大家知道嗎 哦 不錯不錯 在台北都比較知道 所以我們中南部 他們都不太知道 好 再來影像的部分 就是最近啊 前 最近可能是其中一個導火線 就是好萊塢在罷工 那 很有一個原因就是說 就是 好萊塢啊 最近開始採用這種 生產式AI去 創作影像 像這個是漫威的 最近的 以及的這個片頭 他完全用生產式AI去 就是做出來的片頭 那可以想像 有多少的公司 在 之前在幫好萊塢做這種 影片啊 的創作這樣 那現在就是 用生產式AI的方式 就 完全的搶走他們的工作 但是這也是 沒有辦法的事情 因為這是未來的趨勢 那 可以肯定 未來就是一定是 很多的工作就是這樣 就被搶走了 好 那因為時間有限 我今天講快一點 然後這是 衍生的服務的部分 這個是 完全就是生出來的這個 影集 這個是 也是一個影片 南方公園 大家知道嗎 有沒有不知道 應該都知道吧 有不知道嗎 好 好 那請問主要角色四個 有沒有人講得出來 阿平 阿泥 開支 開支 死蛋 死蛋 對 死蛋很主角吧 對啊 好 然後你看到他這個很厲害 他們用 把那個所有的角色阿 讓他灌上他們 JRGPT的大腦 然後他們在這個 他們所建設的這個 呃 城市裡面去移動阿 然後去 最後呢 因為他們的互動之中呢 去 變成出一個影集出來 南方公園的影集出來 那這件事情也是 在最近就是 讓大家是很驚訝的事情 也就是說這些編劇什麼的 他們可能就 完全就失業了 就不需要他們了 再來是 病的部分 這是JRGPT衍生出來的病 他也是一樣 我排一樣的問題 阿 剛剛講問過 小孩沒有收拾 玩具的習慣阿 我把這問題拿去問他 阿他一樣一開始也是跟我講說 一個叫教育專家的回答 可是呢 如果follow up 問下去呢 就是 想問他說什麼方式 收納方式可以推薦呢 齁 然後他就是跟我講說 怎樣收 那他就問他說 那有沒有 推薦的收納價呢 他就是直接連 還連結就給我了齁 那這個東西也是 給我一個衝擊 就是說 呃平常你們在搜尋Google的時候 其實Google為什麼 可以給你準確答案 是因為他不斷地在紀錄你的 搜尋習慣嘛對不對 好沒錯 可是呢 假設說我本身的搜尋習慣 其實是很常去搜尋 呃 酒的相關的這個 紅酒啊什麼什麼的 那他如果是問Google的話 有什麼推薦的收納價呢 他第一個給我的是 酒類酒的收納價 或什麼什麼的 酒的收納價相關的 我可能要找到第一頁 第二頁第三頁 才會找到 我真正想要的 在這個問題上面 真正想要的是兒童的收納 玩具收納的東西 可是在病的部分呢 他就不會 會有誤判的狀況出現了 他就是給我 我真的要的兒童的收納的東西 這樣子 好 然後簡報生成也是最近很紅 現在有好幾個startup 在做這個題目 我看到 那這邊因為簡報 比較早期一點做的 所以是 一開始是GamerApp 他也是用ChairGVT 在做他的大腦去 產生簡報 那這些 你可以看到呢 我把我的腳本丟給他 他就是幫我想生這些簡報 看起來是很棒很完整 比我看 就是看起來蠻漂亮的這樣 其實圖案什麼都他生出來的 好 那在當 但是我自己為什麼要用GamerApp 這個簡報檔呢 因為這個 他那個時候 還無法控制這個章數 不過我最近有看到幾個新的 他有辦法去控制章數 這個還蠻厲害的 這個 控制章數對我來說是有困擾的 為什麼呢 因為譬如說 有時候是可能15分鐘短講 或是50分鐘的內容 其實他章數應該就不一樣 那 無法控制章數其實是有 對我來說有問題的 好 嗯好 但是最近很多 大家可以繼續follow這個題目下去 可以看到很多這個做簡報檔的 這個startup的 一直不斷的提供新的東西出來 我看到這個章數的問題 已經有人再解決掉了 不過呢其實 講簡報啊 其實重點呢 還是不是簡報檔 因為真正厲害的高手 其實是不做簡報檔的 大家知道嗎 像那個Steven Jobs 他哪在做簡報檔 他沒有簡報檔啊 所以 簡報檔是不是屬於 我才做的 好 再來是硬體應用的部分 這個是 這個就是他們把那個 chillgbt的東西架進去 這樣 那這個是 電子寵物 那以前的電子寵物啊 比較 笨一點 可是他現在加上 chillgbt的大腦之後呢 是可以跟他互動的 然後這個amira是買得到的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是買得到的 可能就是從國外直送 如果真的要買的話 你看到他的 反應跟互動啊是 跟以前的電子寵物是差很多的 那這個是amica 這個是最近很紅的 大家可以看到他 就是也是一樣 加上chillgbt做了他的大腦之後呢 他的 表情啊 各方面啊 就是 跟以前都是不一樣 好 這個影片 amica的影片大家可以找找看 他有更多的 跟人類互動的影片 你可以很驚訝的發現說 這感覺好像就已經 就僵屍不遠的將來 就是可能就路上 就很多的機器人在那邊走動 好 然後 然後已經漸漸取代的工作 就新聞主播客服啊 或是一些工程師 像這個民視這個 大家可能都看到 就不多了 然後這個是文字客服的部分 其實在很多的事物 電商大廠都有做文字客服 像這個 智能小幫手啊 就是某大廠做的嘛 然後你可以 我問他 譬如說像我問他一個說 我住在台北啊 請問 上午八點買東西啊 什麼時候會到 然後他回應的東西就是 跟我問的問題完全沒有相關嘛 對不對 那身為一個這個工程師呢 都忍不住就是幫他 優化一下 所以要快聽 其實他的 物流的這個配送的說明啊 在他們網頁上都找得到 那我就是把他的網頁上的內容啊 直接 丟到ChairGVT上面 這些內容 這所有內容 然後我再去 丟進去之後呢 我再去問一樣的問題 你會發現說 ChairGVT就可以 完全從裡面的資料裡面 去找出正確的答案 那這個應該也就是一些 客服機器人的下一步 那這是 這個是貝啦 貝也可以做到一樣的東西 貝不免有比ChairGVT笨 就是一樣 把輸進去 然後你可以看到他就是 也是一樣 不過我覺得 貝啊他多了一點細心 你看ChairGVT的回答就是 就是 中間中間的這個回答 但是呢 在貝的部分呢 他就是會講說 你上午8點買啊 然後下午6點會到啊 然後 然後還希望你去問一下這些東西 然後你可以去跟 某某購物網的客戶中心做聯絡 那沒有 不像ChairGVT 就很掌聲接貼 就是把答案告訴你 我覺得這個部分 是貝的比較細心的部分 好 再來協助中的部分呢 當然就是小編啊 客服主管啊 高級工作室 所有 為什麼我這麼說所有 因為呢 最近呢 大家可以看到有個新聞 就是說 State Overflow他們的流量調很兇 因為 工程師幾乎都只會問 這個Sense AI去問答案了 那State Overflow 畢竟你還是要去查找的問題嘛 所以他比較麻煩 所以他流量就掉了 那 Sense AI的流量就漲了 那 這是我一個朋友的文章 他寫了一篇文章 但是其實他是跟 GVT ChairGVT寫出來的 那他有著名起來 可是我覺得這件事情呢 是在2023年呢 大家還會去著名說 你試試看 生人是AI寫作 可是在之後呢 我想應該 大家都不會再去著名 因為可能 你所有寫出來的文章內容 都會給Sense AI 來做一個調整 好 在這裡呢 我來問大家一個問題 在Google Google Google應該是各位小時候的事情 Google誕生的時候 圖書館呢 有一個專門的職位 是做查詢的工作 有沒有人知道說 這個專門的職位 叫什麼名字 在Google還沒有誕生之前 我知道了 你知道不要講 謝謝 這其實也是不遠前的事情 不過就是 我小時候的事情 還有這個工作 我小時候的事情 因為 後來長大之後 就有Google 大家就Google比較快 好 那圖書館其實以前 有個專門的工作 在做這件事情 好 那一樣 我把這個問題拿來問Google 他就是要 現在就比較麻煩 就是要去一個個找 但你還是找得到答案 只是說 你就是要一個一個翻這樣 那就大家直接問TradeGPT 這個工作呢 其實叫做 Refense Library 叫做參考圖書館 真的有這個工作 有時候我們怕這個 甚至AI胡扯 所以我們去 維基百科找一下 確定真的是這個沒有錯 參考館員 我小時候的記憶沒有錯誤 真的是有 參考館員的工作 那參考館員他做的事情 其實就是 跟現在Google做的事情一樣 去協助你去找到 你所需要的資料 在那本書裡面這樣子 可是呢 那個時候其實很麻煩 就是你必須把你的需求呢 呃 寫成一張單子 然後的寫一大堆 然後提出 跟圖書館提出申請 然後參考館員 參考館員開始排成 然後去幫你找到 你所需要的資料 那這件事情 同學應該是沒有辦法去想像的 但是也都是我小時候的事情 那是好久以前的事情 好 那在這裡呢 我問一下大家 那 目前的圖書館 現在已經很多工作都不需要了 那他們現在目前圖書館員 他們最需要的寄人是什麼 好 因為我就好奇嘛 就查了一下 運營室上面 這個目前圖書館員 最需要的寄人是什麼 有沒有人知道 想想看嗎 猜猜看 開門 開門啊 大家上次走去圖書館是什麼時候 好奇 應該都 剩下學生應該還是 本堂進去圖書館的吧 好 有沒有人知道 不是開門啊 不是開門 這是什麼 把書放回去 對啊 這也是蠻重要的工作 但是這個是必備的 這不是一個加分的寄人 好 來分析答案 這是真的從藝衣室找到的 是煮咖啡的寄人 不是只有一間圖書館 有這個加分項目 是蠻多間的圖書館 有這個加分項目 所以這個隨著時代引進啊 很多東西在變化 這個 煮咖啡成為這個 你想要當圖書館員的 一個加分的項目 好 好 那最後到今天的重點 重點是我要自我介紹 我還沒講到 有一個大部分東西 怎麼辦 好 我就是 好 講快一點的部分 其實重點就是我這位 顯然是寫很久的coder 然後 有一個重要的東西 這個一定要講一下 就是我是一個 Google的2塊exper 然後也是Line APIexper 那如果 各位對於成為這個 這個程式的exper 因為程式exper 其實不好申請 但是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去穿找這個資料 然後 全世界大概就是 幾百個 Google的部分幾百個 Line的部分大概就是幾十個而已 那成為exper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可以第一時間去 從他們的內部 因為我們內褲 有對內的窗口 我可以有些問題 可以直接問他們 內部公司的人 這是對於exper 如果你顯然是 對於顯然是很有興趣的工程師來說 是一個很棒的好處 那其他的好處當然就是 就是 就是可以 之前疫情還沒來的時候 可以去他們總部倉訪 那上面是矽谷 下面是東京 然後可以跟他們老闆拍照這樣 但就是不用全面 這是他們招待的 這個部分是實質的回饋 好 如果對於成為exper有興趣的話 放膽去追尋吧 好 這個不要 好 那我時間快一點好了 那我自己部分呢 就是這兩年寫了兩本書 一本書 一本是這個 賴聊天機器人加依然 加凱文加程式的 那這主要是專注在程式語法學習啊 程式應用的開發跟這個系統的維運 然後另外一本就是最近很紅的 這個ChairGVT的部分 那其實這個跟 新片上已經一大堆了 注意上次的續船 你看一下怎麼一整櫃 都是ChairGVT 那我這本書跟其他人不一樣的是 我比較著重在這個 運算思維拆解問題 跟 永昌工程的部分 大家留有興趣可以去翻一翻 好 好 整品有賣 好 那之後就是 可以去做這些東西 好 我講快一點 剩10分鐘了吧 欸到40分嗎 還到50分 啊到50分 好 這麼快 好 然後那個 貝爾 貝爾要怎麼跟 貝爾互動呢 那我自己個人建議呢 貝爾雖然可以寫很多的程式語言 可是 我是建議跟大家互動寫Python 好 因為你用Python的話 你有好處就是說 你可以直接輸出到 Colab 譬如說我這裡做一個 不要示範了 可能來不及 好 來不及 這是我跟他嚇說 WirePython Hello World 然後我可以直接輸出到 Colab 那還有Radiant 最近有出一個Radiant Radiant 大家有在寫 程式 那個IDE的話 好 然後 這邊是輸出到 Colab上面 然後就可以去做執行 然後把這個內容印出來 那不要用Python 也不太好啊 因為我 我自己又試做的時候 我請他寫一個Lide NG7人 就是他 他雖然看起來像是 NodeJS的套 這邊是用NodeJS 我請他用NodeJS寫 然後這裡雖然看起來像是 NodeJS的Col 可是他其實引用的是 LiPo SDK 這個套件 是Python的套件 所以 這有點怪怪的 所以 所以原則上 你還是用 如果跟對的話 還是用Python吧 好 因為來不及 所以就 這是我的永倡文 我請他扮演一個Coder 然後做一個線性回溝的 預測 然後請他做一個假的 天氣溫度的假數據 然後預測下一個小時的溫度 然後 他就幫我生成這個程式碼 然後 然後就可以去做執行 那當然 因為Google其實 就是 這邊假數據的部分 我大概是希望用 真的數據 那Google最好的數據庫端就是 Google Sheets Google Google Sheets 然後 不用 因為他就是方便不用錢 然後 就去 請這個 Python去生前 這個 引用這個 Google Sheets的 這個Code 大家 還是生出了這個 外部引用的方式 其實 CodeLabel可以直接做內部引用 那這邊他可能都不知道 那 所以還是要查找一下 這個我在跟這個Python的互動上 有的東西還是要查找一下 那這個是用 CodeLabel去存取 Google Sheets的Code 其實很簡單 那我就可以 不用用外部比較複雜 你要 幹嘛幹嘛幹嘛 那這個就很快就是 取得你同意就可以去 用到Google Sheets的Data 好 那其他的部分呢 這是Google Doc的部分 那以前呢 你還要寫Google Doc 就是Front the Table 就直接用樣本去找 但是現在就不用了 你就一樣 泳唱好 你把你的泳唱文寫清楚 然後他就把你生成了 一大堆的文章 那你就可以直接輸出到Data上面去 然後 對 好像這個 好 我請他 然後因為現在可以講中文了嘛 所以我就請他寫中文的 然後 然後他就把整個這個 今天要介紹過的這個 專要啊 學習目標啊 那個流程啊 什麼都幫我寫 想清楚了這樣 很棒 而且呢 直接就丟到這個Data上面 然後我的格式也不用喬 你用CodeGP的時候 你就是要在那邊 要在那邊過 就複製貼商 喬格式喬半天 那這個就不用 他就 格式都是對的這樣 那GP的部分 大概就是Google Doc的產品 那請他幫我寫一個 呃 這個 要錢的Email 然後 然後你可以指定他用 底報一點啊 或是這個 出爐一點的口文 他都可以幫你生成出來 然後一樣 就是直接丟到Gmail去 他就幫你把那個 Gmail的Email生出來這樣子 好 然後一樣 不用喬格式 東西就很方便 再來是這個 大家知道在兩個禮拜前 有更新嘛 那現在才能出中文的部分 然後這是他的 呃 要宣傳一下的 這個七個這個 重要的點 他目前已經支援了四十個 四十種語言 好 四十種語言 然後在很多地區 可以做使用 然後呢 這個 這個 對 他這個可以做 呃 呃 GPT就差很多東西 大家 可能他目前只支援英文 就是 當你請他用 寫一大堆英文的東西出來之後呢 你可以發現 在下面有一個按鈕 大家可以去吃吃看 然後這裡會多了一個 幾個選項 你可以 直接的指定他 請他 呃 寫長一點呢 或是寫短一點 那這個部分呢 是我覺得這個 也是很棒的一個特色 因為目前只支援英文 但是我相信這不久 很快的中文應該也會有這個功能 好 然後呢 呃 大家在用確訓意的時候 旁邊的對話框呢 只有一個麻煩 就是他一直往下跌 對跌下去嘛 可是呢 我們別人呢就是想到這個問題 所以他就 都有一個PIN PIN的這個功能 這個東西我覺得很棒 他可以直接 把它PIN到上面來 那就是 你方便你的使用 然後再來就是 跟他講齁 他現在COLLEG之外呢 他其實還拖了一個 叫做 這個 RAPIT 那一樣 他目前還是只支援Python的call 這個部分還是支援Python的call 就是你不管要升到 那個RAVIA上面呢 RAVIT 雖然他現在支援 他支援了Note.js 支援了C++ 支援了C 支援了... 一大堆語言 可惜呢就是 目前呢 這個 對的部分呢 你要把它一拖到RAVIA上面呢 你還是只能 用Python 不過想說 他可能之後也是會有啦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因為畢竟他就 拍名就可以寫 JASQ 等等等 那為什麼 都可以丟到RAVIA上面 為什麼還是 只限定Python 我覺得這個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然後 這個是 share with your friend 那這個功能 就跟那個確訊率一樣 它有個link出去的功能 最後 然後使用 你可以直接 在這個朋友那邊呢 去把你的照片呢 丟進去 他可以去做一個分析 那其實他使用那個 是這個WordLins的技術 他去做這個 影片的 這個圖片的分析這樣子 然後這個 這個東西也很好玩 大家可以去玩玩看 你可以拍你家的冰箱的 照片 裡面打開 然後問說 我等一下 那個晚餐要吃什麼好 那他可以幫你分析喔 這蠻屌的 有時候就是冰箱裡面 對你要等著思考對不對 你也打開 拍一張 那請他幫你分析一下 等一下 我要吃什麼 他可能講說 裡面有兩顆蛋 還有一些蔥花 那你弄個蛋花湯好了 大概這樣 這個蠻有趣的 然後 怎樣 喔好 然後這個 Listen to response 這個是他可以放聲音出來 這個確訊率要外掛 對不對 然後 我這邊可以示範一下 這個就不用外掛 好 請大家 問一下他問題 然後他就可以 直接按下去這樣 好 你可以看到 呃 語言的部分他就是可以翻譯出來這樣 那 那 不是只有英文 你如果輸入的是 中文的話 他也可以講中文這樣 嗨 我是DAR 一個大型語言模型 也被稱為對話師AI或聊天機器人 經過訓練 可以提供信息和全面性 我接受了大量的文字數據訓練 能夠對各種提示和問題 進行交流和生成類似人類的文字 例如我可以提供 然後這個 這個輸入的部分 他這邊是抓的 他可以 就是剛剛是這種語言 他應該都有支援 然後他抓的是你的設定 你自己的 呃 provide的設定 看你自己設的是中文還是英文還是什麼 然後我覺得這個部分很棒 因為他就可以 我就可以拿來做 呃 如果你要學習英文的話 你可以做英文的練習 那你英文練習 那你其他 譬如說你請這個Bell 扮演 扮演海關 扮演這個 賣東西的小販 什麼什麼的 那你就可以跟他做對話練習 那這個部分呢 你看你以前之前要去找那個 Language change 找外國人去跟他 語言做一個語言交換 那其實Bell就可以做語言交換 什麼語言都可以 應該日語 韓語什麼應該都可以 這樣子 最後 剩一分鐘 剩一分鐘 剩一分鐘我還沒講到我真正的重點 好啦 這就是我書的內容 我自己的POMO數 一個 呃 快速的講一下 就是分五個部分 然後 呃 就是我給對 這個稱之為他一個角色 然後給他一個設定 假設你自己是記者 你針對一個特定的議題 你要採訪對象 你要先做哪些功課 就是譬如說 呃 譬如說 隨便講好了 譬如說今天要來這裡 演講 我可能要準備演講嘛 那我可能需要他來辦演一個演講專家 然後給我一些建議這樣 你可以設定他一個角色 然後把當下的情況說清楚 呃 這個要說得很清楚 譬如說像剛剛講的這個收納架的部分 給這個 回去的收納架 給 這個久的收納架 給各種東西的收納架 其實是不一樣的 這個要說清楚 不然你只是問 之前的收納架還是搞不清楚 你在講什麼 他只能猜而已 然後 關於這個問題的知識點 就是譬如說像剛剛文資客戶的部分 我就把 直接把這個 所有的知識 都用丟進去給他 然後他就可以去那邊查找 然後最後呢 我覺得這個很棒的一點 就是 幾乎呢他是不限定的形式 你要他講更何的形式的東西出來 他就可以生成出來 或甚至 大家去操作Makedown 這個也是很棒 那甚至你可以訓練他去做API操作 那這個是要高級的用法 然後最後是 唉 唉 不要不要上來 哦 好啦 好啦 反正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 可以去這個 成名方案看 成名有在賣 成名在哪邊 好 大家就這樣 好 好 謝謝大家 要確保那個開發者 那邊還有一場 對 十一點半的時候 那就解釋 讓各位有問題 可以直接過來 好 喂 呃 好 下一場議程會在11點50開始 呃 講題就是 呃 改造開源 的Android podcast播放器 對 所以我會跟大家介紹 OK 對 沒錯 你 對 是 對 感谢观看